至今 网上时常有人发视频说 看见了以高超音速飞行的特殊飞行器 虽然这些视频无从考证 但超过史马赫的人造飞行物早在60年前就已存在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陆军为了防御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 开发了一套90X反弹道导弹系统 并为其研制了一款长度8.2米 直径1.35米 重量3.5吨 称为Sprint的锥形拦截弹 这种导弹采用二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推进药配方为 消化纤维素和消化干油焦化而成的 双击固体粉末推进剂 推力290吨 出井加速度达到100G 出井后利用燃气多控制转向目标 第一级工作1.2秒燃进分离时 速度已达到5马赫 随着第二级点燃 该弹在出井5秒内即可加速到10马赫 剧烈的空气摩擦使弹体表面温度升高到3400摄氏度 导致周围的激波层部分流变为高温等离子体 因此大白天会发出耀眼的白赤光 点火15秒内 Sprint就跑到了最大3万米的拦截位置 然后引爆弹头里当量1000吨的W66型中子弹 利用高能中子射流烧毁周围数百米内来袭的核弹头 由于Sprint通过地面无线电遥控制导 因此需要地面发射强大的无线电信号 才能穿透等离子体黑杖以控制导弹 此时美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苏联人偷看得明明白白 于是上世纪70年代 NPO莫瓦托设计局开始忙活起来 着手为苏联研发一套对等的战略反导系统 1975年10月1日 美国Nike X反导系统的升级版Safeguard系统正式服役 但很快就因消费比过低而被国会停用 由于苏联根本不考虑消费比 因此在1978年研发了A-135反导系统 以保护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脑潮 该系统的大气层内拦截弹是和SPRINT导弹十分近似的53T6-0导弹 这也是一款二级固体锥形导弹 重量10吨 长度12米 直径1.8米 作为后起之秀 53T6能在点火后3到4秒内从0加速到11.6马赫 轴向过载70G 拦截半径55公里 拦截高度45000米 通过一部大功率雷达穿透黑杖向导弹传输指令 弹头是一枚1万吨TNT当量的AA-84战术核弹 目前俄国的A-135是世界上硕国仅存的战略反导系统 这段网上广为流传的出景画面 就是近几年53T6-0导弹在萨雷哈甘靶场的测试视频 当然很多网络批评家指出 现如今还有人用核弹来防空 这非常愚蠢 因为会使本国遭受和污染 不仅会受到环保少女痛斥 本身也是杀敌1000自损800 其实这种以暴制暴的方法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原来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 弹头再入前 有可能鱼罐释放出多个弹头 这些真假弹头混杂在一起 进入大气层以迷惑反导雷达 研究发现当两个弹头并排前进时 穿过弹头激波的空气会受到压缩 形成高压曲 而压缩空气还会进入两道激波交汇 形成的斜激波 又会再压缩一次 在弹体尾部形成一处对生足比几乎无影响的干扰区 但如果让上方弹头向后移动半个弹长的距离 则相交的激波会在后弹的尾段反射 使干扰区的气流穿过反射激波又被第三次压缩 使后弹的垂直压差增大 生足比有所提高 如果上方弹头落后一个弹长的距离 让前弹激波正好落在尖端 此时空气从两弹之间的过渡区 到达激波相交的干扰区被两次增压 使后弹之心受到较大的额外压缩生力 同时后弹下侧的激波角减小 强度减弱 波足有些许降低 因此生足比出现明显提高 据目测 当未干扰区来流速度7马赫 温度300K 净压1000帕时 过渡区的气流速度会降低到6.1马赫 温度会提高到1080K 压力则升高到85000帕 而在后弹下侧的干扰区里 流速更是降至5.2马赫 温度会升高到1870K 压力更是升高到2150k帕 因此落后一个弹体长度的编队飞行 可使后代依次获得增大的升力而远离 所以机贼的敌方会预先安排 这串载入弹头的位置排布 并用弹丸的空气动力进行分离 以增大摧毁散布面积 而众多的网络批评家们 如果考虑到反导系统 那短促的反应时间 以及精确拦截的超高难度 也会自然想到在拦截点引爆一颗核弹 是最为直接痛快的明智之举 而且从环保角度看 这可比敌方数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 在头顶炸出蘑菇云 要绿色低碳的多